今晚的夜线角色是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黄海波 昨晚北京警方获得线索 某酒店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民警在现场抓获演员黄海波和一名女子 黄海波对嫖娼的事实供认不讳 今天中午被移送到了拘留所 演员黄海波因为小眼睛爱耍贫嘴 以及他朴实的长相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黄海波出演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 开始走上了演艺道路 六年之后 他在电视剧《新上海滩》当中饰演了主角丁丽 渐渐崭露头角 而随着《我们结婚吧》等多部婚姻家庭剧的热播 黄海波逐渐建立起了迎品好男人的形象 而这一次黄海波涉嫌嫖娇娼被抓 令不少的影迷都大失所望